近期市场关注焦点为 川普时代来临 投资聚焦三大重点 川普确定当选美国下一届总统 金融市场反应剧烈 股市先跌后涨 债势却全面下跌 到底未来该怎么投资呢 我们提供了三大重点 供投资朋友观察 基本上资产价格 仍然反映基本面的强烈 目前全球市场 不管成熟或新兴国家 经济都是温和成长 也营造了有力的投资环境 川普未来可能扩大财政支出 及进行减税 可能增加公债发行量 进一步推升利率 高收益债据良好的基本面支撑 且与公债负相关 受到殖利率走升冲击小 其中又最看好美国高收益债卷 股票方面 第三季财报数据普遍亮眼 成熟国家与新兴国家都看到 盈余回升 也将支撑未来股市持续走高 总结本周重点 我们认为市场未来将回归 基本面的走势 经济回暖以及企业获利回升 将推升股市 以及高收益债券的表现 另外我们也建议投资人 可以透过多元化的投资布局 降低波动并且参与更多的投资机会 安心迎接2017年